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极偶像歌手 他就是毛阿民 作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寂寞蔓延 谁的诺言会正会实现在你面前 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 平淡的故事要用一声讲话 光阴的眼睛你我只是一段长迟 能相逢成为再见 再见成为耀人的思念 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 像天空大声的呼喊 平心的事过了这么多年 当你热情奋发或是寂寞淡言 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 爱是一个浪漫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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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内容每天都在变幻 人心在飞转谁能让你我停 能明天成为昨天 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荒野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荣誉 谢谢 我们热烈掌声三十秒 献给我们心目中的歌坛传奇友向 来 集体持续三十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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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一些 加油 再想一些 加油 赶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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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把我们以及现场的观众 还有黄阿敏带到了一甲的现场 黄阿敏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别叫老师 叫妹 小黄 这样互相叫都显得年轻 这个之所以刚才大胆地使用了一下主持人的权力 挑动了一下现场的观众 是因为今天说出一个秘密 您是我内心第一个崇拜的 当偶像来崇拜的内地女歌手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这话给你 不不不 这不行 这不行 这是要折杀小生的 这是要折杀小生 你发现没有 黄建祥老师今天他都不敢跟黄阿敏突破一米之间的这个距离 尤其我最爱听的就是刚才这首诺言 就是刚才他唱这个歌的时候 我在旁边是手脚冰凉 出现了这个轻微的痙攣症状 为了像偶像之境 大家注意我这个垫肩了没有 注意到了吗 明显比前几期垫的高了是吧 为了像偶像之境 因为我是个男的也只有这个办法 没有别的地方可学了 谢谢 谢谢 大家注意到了吗 今天我没穿高峰鞋 知道小黄的个头欠佳 咱先从粉丝说起吧 现在的这些粉丝们追他们的这个偶像 都怎么追啊 在网上查行踪 然后他住在哪个酒店 然后他在隔壁定义房间 然后趴墙上听 也有这样的 但是不像现在的这么外露这么疯狂 都比较闷骚 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好 我看演唱会的时候 他们都特别有那个能力来买票 特别舍得 那是必须的 肯定舍得 您说到演唱会 我倒想起来 好像您是去年才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去年年底是 您什么时候办第二场 很快 我们一定去 很快 我一定要来济南办一场 来济南办 大家欢迎吗 那我就得从北京坐高铁过来了 是吧 您说到这个演唱会 我记得当时有好多其他歌手啊 演艺界的人士都去捧场了 像周华健啊 崔健啊 李玉春啊 都是给您宣传 很高兴 很高兴 我没想到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虽然大家认识 但是来往不是特别多 没想到他们也很粉您 是吧 嗯 是应该这么说吧 我刚才还说了 他的形象是高贵端庄时尚 引领着当时的着装的风潮 甚至他某年的春节晚会 穿了那样一款服装之后 第二年救了很多的电监厂 我们来看一看 王阿敏历次出场的时候 他的造型的变换 来看看时尚的王阿敏 那年头就是 那是哪年的春节晚会 就那个思念 88年是87年 88年 当时给我们这些听歌的 男生的感觉就是说 呦 我们中国的女歌手啊 终于不吐了 我们的演唱观众也着急了 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为了掌声 王阿敏上我们的名曲见上心 谢谢 谢谢 同样要把掌声献成我们今天的 500分现场 名曲评定团的成员 欢迎你们 哇 通常我那里一坐就一定叹歇 红金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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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 这个词用得不错 好 根据我们节目的规则 本场所有出场演绎 王阿敏的经典歌曲的歌手的出场顺序 将是这样的 前面出场的来指定自己后面出场的那个人 那么谁第一个出场呢 第一个出场的歌手 由上一期节目的冠军王岳新来指定 王岳新呢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因为他前列写 不是这个 这叫什么呢 这个扁条体 扁条腺 扁条腺发炎 然后导致了嗓子出了问题 所以他去医院治疗去了 哇 那这个位置就我做是吧 他今天是否能够来 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 还是一个未知数 其实不重要 对他真的不重要 所以今天来更不重要 对 他指定的今晚第一个出场的歌手是 有没有想自告奋勇第一个上场的 有没有 我今天到时候拍这个电影 如果第一个上我觉得很开心 倒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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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 倒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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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珍珍 加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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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了加油了 加油了 我要疯了我要疯了 我要疯了 叫天之大 我其实倒是没有印象 这首歌是在哪里第一次听到的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温情 其实我们年轻人也非常非常乐 都是挺孝顺的 然后其实可能我们的方式 就是可能跟过去的人 可能不大一样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发短信 然后打个电话 不是回去看 那是其实我们心里是一样 都是会对妈妈的感情 对家人的感情都是会变的 我希望她可以从这个歌声 不能听到我们这一代的这种情绪 掌声有请韩珍珍 谢谢我妈妈其实 从小的时候就有听老师的歌 然后呢 好我改一下 听姐姐的歌 我妈妈今天也有来 我们请韩珍珍的妈妈站起来一下好吗 让我们看看您在哪 阿姨 她很不愿意出镜 因为她觉得 您潜伏在人民群众当中了是吗 她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明星妈妈的那个感觉 所以她不想让露出来 但我觉得妈妈就是妈妈 对我来说不管她是什么样 我觉得打扮怎样她都是我最爱的妈妈 小云告诉我你妈妈的生日 西军 12月26 唐宁 我不知道 啊 你们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自己上通告做节目的时候 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可能自己不会看 但是好像我们的家人 尤其妈妈 一定会看 对 让我们冲着前面一拨给妈妈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的 妈妈妈我饿了 来三二一 妈妈妈我上天试了 上天试了 妈妈妈妈妈我饿了 哎 约欣来了 你在干嘛呀 喂你够狠的 你挑的是这个韩珍珍呢 她上回就是第一个上的嘛 这次又是她 她一定很狠 你打韩珍了吗 不是打韩珍了吗 是那个物化 等着听歌了 我对不起大家 我第一个把她喊上去 接下来大家怎么唱 你让她第一个唱的话 后边大家真的很麻烦 hold不住哎 真的是 不是hold不hold得住的问题 你看大家的眼泪哗哗的 到时候怎么唱呢 我本来上次就现在高级唱不上去 导播天下烫妈妈我快 谢谢韩珍珍 接下来呢你要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由你指定下一个出场的歌手 你会选谁呢 是选个男生还是选个女生呢 呃 其实挺想选男生了 因为男生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嘛 但是我刚才听有一个人 他一直挺想上台的 就是他说早点唱完 早点就解脱了 说这个话有两个人 分别是刘希君和唐宁 我选的是唐宁 他当真了 他当真了你说的话 没有我其实 你只是客气一下而已 如果转不下来的话 我也很开心 最起码把他给撼动了好不好 我加油 加油 加油 我今天我觉得要加油 因为 因为我已经来第三次了 我觉得我也该加油 因为唐宁既然走了 很多话我们就可以讲了 你们所有人 因为这个小宇宙第一次来啊 其他所有人战绩都不俗 唯独只有唐宁 所以今天呢 只相信非常明确 要不然今天 小宇宙大爆发 要不然就 嗯 其实我这次真的是来报仇的 曹玄斌 我真的是来报仇的 我看播出以后啊 很多人在家里看 然后看完以后 我身边很明显 哇 鸡皮疙砸起一生 掌声有请唐宁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妈咪姐姐你好 我是唐宁 你好 我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唱到姐姐的一首歌 叫《黎巴强的影子》 黎巴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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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特 Avatar Villa 星星还是那坑星星 Oh my god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山也还是那座山 空蝎 Mach 月亮不是那趟土蝎解 也还是那倒霖 期请自杰宝 年子是年子 缸是缸 跌是跌来 鸟是鸟 马有的 还直直的响 点的还是 那么定点凉 只有那白虾 银子还那么长 只有那黎白虾 银子还那么长 还有那青 Bradley 笑得 笑得 叫的咋就 怎麼狂 若此下了個 下午的酒 估計變成災海風華 麻油的 一段汗那油 山村的夜色 還是怎麼亮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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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那裡八角 影子還那麼長 只有那裡八角 影子還那麼長 在那墙上边 爬满了 爬满了 斗角牙 心情还是那颗心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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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这是唐宁 在这个舞台上表现的最好的一次 已经很好了 其实已经很好了 我好喜欢的其实 大家也引以为继 就是上台了之后 尽量不要像唐宁一样 刚才是唱错了一个词 唱错了一个地方 吃了一个锅 不要这样子 薛冰 上期我记得 好像老师批评你 看题字期哦 对啊 因为题字期能无我开 反倒给你们开了呢 那我没有看题字期 我要味好浓哦 还没弄到你们比赛呢 今天是我想让保安带您 好 我们现场的500位名曲平静团的成员 轮到你们今天第一次行使你们的投票权的时候了 喜欢唐宁刚唱完的黎白强的影子 请按红色键 喜欢韩珍珍刚刚唱完的天之大 请按蓝色键 500位名曲平静团成员 请选择 好 平静团成员投票结束 我们请阿敏来说一说 他对两位女歌手的评价 哎 我要透露一个秘密啊 告诉观众朋友们 毛阿敏说特别喜欢韩珍珍的声音 是吗 是的 如果这样说 对唐宁就不公平 哎 所以我让他们先投了票 韩珍珍是几年前 我偶然听到你唱的 恋恋女人香 我当时听的时候 我非常吃惊 因为她的声音是 非常特别 然后我还学这首歌了 我刚才来 这个荣幸万分 我刚才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在酒店化妆的时候 又翻出来看了一遍 在船上唱的 我觉得你现场唱的 跟那个录音几乎没有区别 特别好 而且把刚才那个 天之大的歌也演绎的 我想哭 我忍住没哭 谢谢 很好 谢谢你 那个唐宁 我没想到你会选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 说的是一个农村体材的 这么一个故事 跟现在你的年轻人的 这种城里的生活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而且你把它唱的 让他很愉悦心情 没有那种沉重的感觉 听你唱歌很开心 非常好 两人都很好 我 会让你想起自己年轻时候 唱这些歌的一些有关的故事吗 也就没多少年 没有年轻时候 就两年前 差不多 没几年 说实话 外表上很多东西 现在有很多手段 可以让人年轻啊 漂亮啊 完美 但是气质这东西 它不是任何手段 能够 弥补的 没办法 就有气质好 我也不想说 接的太好 好 两位年轻女歌手 用她们的歌声 用她们的独特的演绎 向阿敏致敬 我就不说前辈两次 她不要听着 你知道吗 我曾经猜猜过很多的底线 我曾经没有得过第一名 我永远都是第三名 所以我有一个外号 叫毛沙 没问题的 无所谓 曾经在南斯拉夫的国际音乐节上 她拿的也是第三名 华语歌手第一个国际大奖 接下来我们就 推想今天第一个谜底 到底是韩珍珍过关 还是唐宁继续留在舞台上呢 请揭晓 谁谁谁 韩珍珍 又人人康复的女人 我觉得这场是我参加演 观众应该期待最大的一场 欢迎收看由银路食品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的银路歌声传奇 本节目每周五晚9点15分 在山东卫视准时播出 接下来我们就 推想今天第一个谜底 到底是韩珍珍过关 还是唐宁继续留在舞台上呢 请揭晓 恭喜韩珍珍 谢谢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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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起我第一个上场 唐宁继续了不起 唐宁继续 银路歌声传奇 这舞台上经常是第一个上场的选手的话 好像基本上全部是被批卸起来的 基本上下不住的 hold不住的 他既然能hold住一轮的话 他就有可能hold住第二轮 宣真 宣真我注意到 在揭晓答案这个过程当中啊 唐宁是面带微笑 而你呢是咬着自己的一边的下嘴唇 这个表情略微有一点点的猙獰 这是为什么 因为觉得自己其实刚才唱的太紧张了 然后有很多失误 你过关了之后呢 我觉得谢谢大家 我真的没什么好说 谢谢大家 我真的想这么叫 也很亲切 因为刚才你讲的一番话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很高的荣耀吧 然后我认为这句话 可能能激励我后面 可能自己会做得更加好 让我自己更加的努力 为这个唱歌这个事业付出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来选出下一个出场的歌 唐宁说他想来PK曹宣斌 他没有机会了 那么你下一个会挑出谁来出场呢 我选 随便选 就是刘兮军吧 刘兮军吧 你凭什么随便选选刘兮军啊 刘兮军 我们家西军招你惹你了 加油 西军啊 西军 真正他唱的是一种母亲的歌 你唱的也是母亲的歌 你必须要唱的比他唱功啊 情绪要更饱满了 那我觉得不太可爱 加油了 因为很少见嘛 然后 想着他自己一个人在深圳生活的话 没有我的时候他就少了很多事情做 我觉得有机会能够让我唱到主公里的妈妈这首歌 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很多时候对于这种歌的一些唱的意境的话 我一定会想到我妈妈 首先一定会想到我妈妈 希望就借主公里的妈妈这首歌可以送给在深圳的妈妈 然后希望她不要太想我 practiced 还有天啊 有地址 我觉得场景好好啊 你知道那个桃杰的位置 很快救 哦妈妈 初皇里的妈妈 你的眼前 现在不在地方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 妈妈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h 媽媽 曙光裡的媽媽 你的耀聲真的不再聽吧 Oh 媽媽 曙光裡的媽媽 你的眼睛為何失去了關懷 Oh 媽媽呀 女兒你長大 我願牽著你的意境走過春秋冬夏 相信我 女兒自由的報答 她看的肯定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表演來說 因為旁邊有一個這樣的演員 去把她帶入情形 把觀眾帶入情形 我覺得她跟那個媽媽的互動還不夠 我反倒不想說我看哭了 然後我覺得 就是她第一句出來我覺得習近平了 她唱的時候其實好多時候 她是顧不到旁邊的東西的 然後其實唱媽媽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感覺並不是注意唱功 或者什麼想法的東西 我覺得這才是全境投入的表現 她唱進去了 對 夫哥那個出來的感染力非常強 喜歡劉希君剛才這首 《燭光裡的媽媽》請按紅色鍵 喜歡韓珍珍剛才這首《天之大》請按藍色鍵 請選擇 決定自己今天發揮得怎麼樣 其實我想自己先承認一個錯誤 就是我剛剛在唱的時候 可能唱錯了一句歌詞 希望明姐 對多包涵 對不起 沒有問題 我經常在台上自己瞎編詞的 一邊編一邊唱是吧 那叫rap 我經常的 我經常的 大家也沒注意 揭曉評定團的投票結果之前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留在這個舞台上 你會挑誰下一個出場 曹玄斌 我說吧 應該是 等會兒 他沒贏 曹玄斌如果你留在舞台上 你會挑誰出來 其實我剛才蠻想挑曹玄斌的 他就定了 下一個就是曹玄斌 曹玄斌你的人緣有多差 個個都想挑你上來 劉熙斌和韓珍珍 誰會繼續留在歌聲傳奇今晚的舞台上呢 請揭曉 劉熙斌和韓珍珍 天之大 沒有你的愛 是完美無效 天之啊 記得你用心聲話 噢媽媽 燭光裡的媽媽 你的眼睛為何失去了關懷 看看 恭喜劉熙斌 曹玄斌先生來加油吧 這方面還沒有說正線 沒有說 你覺得他有可能跟換他嗎 他好怕啦 現在開始噴 我害怕我哭 怕哭嗎 呃 刘希君 我的歌里头 这个烛光里的妈妈 不是很容易唱的 你演绎得很好 我站在这里 我会有很深的感觉 然后韩真真唱的 这个天之大 是因为我母亲去世了 两年我很久 好像是第一次 见到毛安民老师 在舞台上掉眼泪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谢谢谢谢珍珍 谢谢希君 那么你不改变的决定的话 下一个出场的 就是陶娟斌了 你确认吗 她是我第一个 最喜欢的女歌手 第一个模仿的对象 还是第一个 让我走的音乐道路的 这首歌在我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 永远无法替代的 一首音乐作品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 就选择了这首渴望 加油 觉得你一定可以 咋办 陶娟斌已经到了台口 还在紧张当中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让他放松下来 让他唱出他的水平 好不好 掌声有请 陶娟斌 其实我一点都会紧张 我在唱之前的第一个宫 举给所有的全天下的母亲 谢谢你们养育了我 谢谢 第二个宫呢 我想去给我对面的这位 我人生的贵人 当年我唱了 《渴望》这首歌 赢得了很多的帮助 我那个时候 刚好从我的老家去了西安读书 然后我只会唱歌 我没有任何的特长 也没有家里 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小学五年级 然后老师说 你会干嘛 我说我会唱歌 他说那你唱一个吧 然后我就唱了《渴望》这首歌 我唱完了以后 老师说 行 那就留在那个合唱团里面吧 我们就排练合唱 有一次老师走到我跟前说 停 谁唱的跟收音机没电一样 是不是你 我说不是我 然后他说 肯定是你 因为你是从农村来的 我当时我就把书包拿起来 我直接就走掉了 因为我觉得特别伤人 他当时肯定了我 用《渴望》这首歌 可是他最后用这样的方式对我 让我记忆非常有心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但正因为这些老师 还有整个的经历 让我从事音乐到今天三十一岁 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想要唱歌的梦想 今天我终于可以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 对着第一次我学唱歌的人 唱这首歌 我心里只有一句话 就是感谢你 谢谢你把那么多的歌带给了那么多的人 谢谢你把那么多的爱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谢谢你感动了那么多的人 我也要向你学习 把我的音乐感动更多的人 谢谢你 游游游岁月 谢谢你把那么多的歌带给了那么多的人 谢谢你把那么多的歌带给了那么多的人 谢谢你 谢谢你把这个歌带给了那么多人 你们有什么 steak 淡然生怒 不剩下求索 心中渴望 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 那么是对于爱是错 问去那航蓝 被忘了的歌 作词曲 李宗盛 恩怨忘却 留下真情从他说 相伴人间 乱家的荒火 故事不多 宛如平常一段歌 过去 蔚蓝 共闻 争拙 漫漫人生怒 不剩下求索 心中渴望 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 是对于还是错 心中渴望 真诚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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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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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于还是错 心中渴望 真诚的生活 心中渴望 真诚的生活 心中渴望 真诚的生活 可 我觉得都不用鼓掌的感觉 不用鼓掌 这种被完全吸住的感觉 其实玄冰之前唱歌我有留意 就会唱歌的人 他很多处理会 比如说放远或怎么样 有空旷的感觉 这首歌他完全几乎没有 他可以听到这首歌爆掉的音 比细菌要多得多 就说明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唱 你可能没想到今天会听到 这样一个与渴望这首歌有关的故事 这首歌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 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 得到了唱这首歌的机会 其实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人生状态是非常糟糕的 很多的事情 压得我就是没有办法宣泄 正好遇上这首歌 我没有看过电视剧 我也不知道是谁演的 只是因为歌词 我唱的在录音棚里哭的 稀了哗啦的 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唱 我唱的并不好 但是因为可能情绪是对的 所以他们就选了这一版 我没有想到今天曹宣斌 把这个歌再一次演绎了 你都把我要唱哭了 我们要不要请阿敏现场唱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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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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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第一次主持这个节目 他来唱 然后我就说他唱完之后 我出鸡皮疙瘩了 我还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今天你一说你也出鸡皮疙瘩 我就放心了 我跟阿敏一样都出鸡皮疙瘩 你看看 我觉得今天啊 你有点占便宜 有点不公平 为什么呢 他这首歌他唱了小二十年了 是吧 他自己说他快唱了二十年 他从小学生就开始唱这首歌 就感觉你唱完了之后 整个人都已经 整个人都唱出去了 整个人的生命力已经跟着歌声飞走了一样 是吧 所以摊在那钢琴上 那那么一刻 自己也很享受是吗 特别非常无与伦比 我们喜欢歌手 在我们的歌声传奇的舞台上 唱出这样的感觉 这就对了 现场的五百位名曲评定团 他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我跟他说 我说你一定会赢我 就跟梦想来说 我觉得我已经够了 恭喜曹炫斌 接下来你要选出 在你后边出场的歌手 你会选谁 还有三个人 王月鑫 智商丽和组合 还有李萧云 当选一 曹选斌大声说出你的选择 他如果选月鑫 就说明他非常地自信 我选李萧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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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心机啊 这个人好有心机啊 我喜欢你了 萧云是第一次来参加节目 我跟他都是西北人 这个理由太冠冕藏皇了吧 不成立 我很深圳地说 要不是他就是我们 用你的气场 用你的淡定 把他给转下来 吃死他 我帮你了 我觉得我就想去打个酱油吧 这是我现在的真实 加油 因为原汁原味的东西是非常经典的 然后再来感觉它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 就是很怕唱不好 或者就是很怕搞砸了 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 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态度 尽可能地把它变得又有创意 可是又不失掉以前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掌声有请李萧云 你从哪里来 爱我的朋友 好想一只蝴蝶 飞进我的宠 不知能否 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 你从哪里来 爱我的朋友 你从哪里来 你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你从哪里来 还能做梦 还能做梦 几日的停留 你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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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梦 是 你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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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版的思念 都是改编板 改编板 你知道反正我妈妈她如果听歌的话 他如果认准了一个旋律之后 他会很忠实于那个旋律 我喜欢现在的观众 气氛很热烈 分别喊好吗 分别喊 阿敏一出谁与争锋啊 喊他这两个年轻一代就不在了 是吧 听我的 支持李萧云的 做好准备 大声喊三遍 三二一 好了 支持同学兵的准备好了吗 看我的手势 大声喊三遍 三二一 同学兵 同学兵 哎呀 激烈了 阿敏你看我们这节目有意思吧 明明是一唱歌节目搞得跟体育比赛一样了 这跟我真的没关系 这不赖我 我到这来真的是想做一个文艺节目的主持来的 是他们 不要这样 都赖他们 我让他们投票了没有 我忘了 没投呢是吧 我也别投过了 我也晕了 今天 今天是我录这个节目以来最晕的一次 因为 小曹跟你一样 见到偶像 因为我们老是在这关注厂上 厂下也有人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比如月薪 去医院检查了嗓子 医生怎么讲 还好充许扁到底过大 上一期嘛 唱的比较的认真 练的太多了 其实如果我今天是唱另外一首歌 或唱任何一首歌 都没问题 因为我今天要飙高音 我这歌改动特别大 我把一首那么大大的情歌 改成了一首Fontamingo 改成就节奏是这样的 特别不讨喜 你知道吗 你要飙高音的话 你是要飙你以前曾经唱过那种海豚音吗 南版的 对对对对 你很久没有在电视上唱过 我几年不唱了 好久不游泳了 几年不唱了 是啊 今天打算在银路歌人传奇 再一次飙一次海豚音 对 而且是在嗓子冲血的情况之下 就没那么严重 还好 万一海豚音它爆了 变成海豹音了 别听到 好垮了 来吧 现场的外名曲评定团成员 蓝色剑 支持曹宣斌刚才的那首 渴望 红色剑 支持李肖云刚才的这首思念 请选择 来吧 你说说 李肖云今天的这版思念 怎么样 李肖云 我们俩其实 走穴的时候碰到过几次 一次还是两次 您竟说实话 可不就走穴吗 走穴走穴没关系 我太喜欢这样的嘉宾了 我不失望 该哭就哭 该笑就笑 该说实话就说实话 我听到你唱的时候 我就还问呢 我说 这个女孩唱得挺好的 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你今天把这首歌改编得很好 不过下次可以试试 阿明老师 如果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演出 我觉得我一定穿来给你看 我那套衣服还留着 下次借给你 好 小云 觉得自己唱出来 自己想要那个味道 那种设计了没有 因为 这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对着一个歌唱家 也是我们很敬佩的老师在唱 就感觉心里面一直很紧张 一直到刚刚很多很多歌手 大家都演绎完自己歌 我突然间觉得很光荣 很骄傲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音乐 那大家也知道 现在其实真正我们华语的流行音乐 已经很被动了在很多方面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听追美啊 追外国的音乐 可能淡淡已经忘记了很多 我们中国自己最经典的一些东西 所以今天还能站在这里 然后我看到我们的音乐 我觉得绝对不会比我国外的音乐差 所以我特别的光荣 所以很开心 谢谢 我很同意你说的这个话 这是我在私下里经常要发牢骚和 宣泄要说的话 谢谢你 说出了我们都想说的话 谢谢 天斌 你觉得萧云唱得好吗 很好 有你唱得好吗 这主持人有点挑事 都好 都好 不上你的大口 反正不让你们俩自己选 我们现场500位观众来投票 到底是李萧云 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 还是曹宣斌继续他的歌声传奇 我们现场500位名曲平定团 他们的选择是 请揭晓 谢谢 谢谢我 谢谢你 而且我们就知道 我们想要玩 那就要玩 要玩 诶 这应该是我们 宣编 来 应该做第二次选择了 我们还剩下 呃 王月鑫和智商力合 智商力合 诶 哈哈哈哈 下象棋 下围棋了 我要问一下 你为什么两次都没有挑选王月鑫在你之后出场 因为智商力合上一场选的我 智商力合要你好看 你死定了老头子 哈哈哈哈 加油了 智商力合 加油了 1 2 3 1 2 3 加油 终其马同仁币 拉来来 拉下马 拉下马 全美公敌 在这呢 我想满足我一个小小的私人的愿望 是吧 我想和明姐说一个事情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经常在家里 看电视听歌 指着电视说 但是在妈妈面前 对在我妈妈也在旁边 然后就说说 毛阿敏这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哈哈哈哈 跟你开玩笑吗 不是我 在这里我想跟我爸说 呃 当然我妈也很漂亮 但我想说 我爸 很有眼光 还 还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想说 就是 阿敏姐不光是 李茂爸爸的偶像 也是我们所有爸爸的偶像 对梦中情人 梦中情人 对所以 因为这事情 我妈妈一直很生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什么儿子啊 哈哈哈哈 你妈妈好惨的 好 真正爱妈妈 每次见我妈妈 我妈妈 那我不会说 他们好聪明 他们刚才上了这几句话的话 发现没有 这个氛围 对 把老曹的那个给淡化了 淡化了 至上利和就是至上利和 好厉害 今天我们给大家唱的歌曲叫做 《莫忘记消停》 希望大家会唱的话 一定要一起唱 因为这首歌是个非常快乐的歌 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快乐起来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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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会在彩平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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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在欢乐中 如是心情缺 骄傲心天 能茶一杯 人也有情 几滴寒水 其分手等 几颗星光 几分笑容 期待再相逢 再相逢 莫忘 莫忘 莫忘情消息 莫忘 莫忘 莫忘情消息 莫忘 莫忘 莫忘情消息 再见 相悲在太平前 再见 再见 告别再换了酒 如是心全 骄傲心天 淡茶一杯 也有情 几滴寒水 几分手等 几颗星光 几分笑容 期待再相逢 再相逢 莫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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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忘情消息 莫忘 莫忘 莫忘情消息 谢谢 谢谢 超开心 谢谢智商礼盒这四个帅小伙 谢谢舞团 在上期节目的比赛过程当中 把曹宣斌给荡掉的就是智商礼盒 很多力量大 加油 人多力量大 这是今晚上为主 就是到目前为止唯一首 叫大家超为主 好开心的 对 因为之前都很 你组合很简单的 很大深重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唱 不要紧 因为旁边还有三个人在那边 你整体的效果只要出来了 你别人这样说了 你说我压力多大 我是说给你 你别人 标批了 谁帮我标啊 你标不上去 你告诉人家我唱的是海报 已经完了 上一场是这四个小伙 跳出了曹宣斌在他们之后出场 然后他们还把曹宣斌给PK掉了 所以他们是之间结下梁子的 今天曹宣斌就把他们挑出来 500位名曲评定团的成员 继续支持曹宣斌刚才那首 渴望的《请按蓝色剑》 喜欢智商礼盒刚刚演绎的这首 莫忘今宵情的《请按红色剑》 请选择 好 接下来让阿米说一说《智商礼盒》的表演怎么样 我看你笑得特别开心 你们上来让我觉得非常赏心悦目 你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 其实跟你们四个人要站在一起挺合适的 我们要不要掌声请阿敏上台 谢谢阿敏 这些衣服跟你们很搭 如果我站到你们的队伍当中去的话 智商礼盒以后出场价一定会涨很多 大家要不要掌声欢迎他们五个 一起来一段这个《莫忘新消息》 来 一来一小段 我怎么把自己给挑上去了 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嘉宾 大家找上当中那边 就来一小段 来 来 我怎么把自己给挑上去了 在那儿啊 在那儿你们四个小伙子站得开吗 站得开 别掉下去啊 明天他们那个出场价就涨上去了 必须的 必须的 算好了啊 那个乐队也准备一下啊 就来一小段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爸爸说 爸 我跟你的 爸 你们完成的事我完成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他跟公司老板说 我们涨下了 我们涨下了 好了吗 好了 我们来唱两句吧 来 我们直接副歌吧 是乐队吗 肯定笨 膼子 名鉄 geh 音笨 她 一个 以为黑夜游戏 几滴汗水 几个手车 几颗星光 几分笑容 几乃天相过 让爱相过 我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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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消息 掌声鼓励 下期再见 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走字幕了吧 对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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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位色哥请回评定席 我也要 我也要 替你爸也抱一下 替你爸再抱一下 各位爸爸在好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是 长得很好看 我是外貌协会的 我发现了 不仅我们老男人喜欢看年轻貌美的异性 原来女人也一样 他就想说我老女人 没关系 我老 我老 你说老 真的 他真的是 让我们今天晚上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难忘 你自己开心吗 我从头到开心到现在 那就对了 掌声 为她的这份开心 现在自己往下开心 谢谢 我觉得至上立合 撼动曹明明的可能性 在我来看啊 百分之八十 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百分之百 哈哈 哈哈 请问海豚一说出来 百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好吧 接下来 还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一个残酷的时刻 红蓝两边 只能留一边 四个小伙儿 他在上面挑你们的时候 都听到了吧 听到了 他很怀恨在心的 上一期 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上一期是你们挑他了嘛 对啊 李尚往来嘛 李尚往来 无所谓啊 觉得这样很公平 他要不挑你们就奇怪了是吧 是 宣斌现在有没有觉得有点压力 他们四个就说 压力没有 尤其你看到 阿民也也那么喜欢小帅哥 会会有点 会担心投票的这五百个人 他们的选择吗 嗯 不担心但是 我也想求拥抱 哈哈哈哈 给吧 去吧 这是一个渴望了二十年的拥抱啊 宣斌你刚才在说你 宣斌 快回来 宣斌快回来快回来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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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斌你刚才在说这个阿民的那首渴望对你的这种 启迪引领的作用的时候 我当时想说一个词 但是怕打断你的情绪 虽然你跟阿民一只未曾谋面 但实际上他是你的精神导师 对 是吧 太是了 太是了 我觉得今天我这样下句话 我爸看了电视的话 会很嫉妒的 哈哈 提醒观众说 不要吓我 我只想说一件事情 有完没完啊 沙克老师他也看懂了曹宣斌了 我刚才在说曹宣斌的时候 忘了说一句话 等我下次演唱会的时候 演唱会的时候 请你一起参与行吗 陶宣斌 陶宣斌站之前 陶宣斌你还站的住吗 陶宣斌 陶宣斌 我们一起叻 我们就想 好的 我也不要钱 这个还不能输 这也不能输 您问她敢要钱吗 hoffe 我们勅必比较贵了 好 现在开始竞价了是吧 我多唱两首 宣斌回来吧 你在那待太久 你在那待太久 我会嫉妒的 我把位名曲听听团 他们的选择到底是 曹宣斌呢 还是智商力和呢 请揭晓 我不紧张 看好智商力和 哇这表情 紧张啊 紧张紧张 紧张啊 紧张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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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来吧 祝 祝 祝 陶宣斌 谢谢智商力和 谢谢 我想你们之间其实已经 都不在乎这一场的输赢了 因为你们都已经拥抱过阿敏了 四个小伙今天表现得特别好 真的 四个小伙今天 四个小伙今天表现得特别好 掌声掀开智商力和 谢谢 谢谢 谢谢四位帅哥 哎 乱了 乱了 怎么办 我又 我得参加那个 阿敏姐的演唱会了 我好紧张啊 哈哈哈哈 我们请出今晚最后一个出场的歌手 他就是 王月鑫 王月鑫 我们男生音乐今天也要了结一下 哈哈哈 恩怨 我喜欢听这个词恩怨 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恩怨 还有今天啊 萧云的恩怨 对不对 还有刚刚下来的之上力和的这个恩怨 至于在你一身 所以你现在有什么话 对 他已经在开嗓 啊 这场我压力特别大 嗓子千万不要出问题 状态千万不要出问题 结果 早上一起呢 哇 就是 哎呀 画一下状来医院有点奇怪 状态越紧 压力越大 到时候 一上台 高音一紧的话 发不出声音来 那时候就 就很难看了 你觉得你觉得什么 音乐需要解决吗 不要问我 月鑫 加油 月鑫加油 加油啊 月鑫 加油啊 月鑫 你 摆成 不管了 我们又回唱 啊 像鸡 我 增大 我的路上充满回忆 请你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我要我到哪里去 我的路上充满回忆 请你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就是日夜对干的情意 不用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我的心牵着你 不用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我的心牵着你 不用我到哪里去 我的路上充满回忆 请你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我也祝福你 我要我到哪里去 我的路上充满回忆 请你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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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舍然对干的情意 舍舍然对干的情意 对干的心意 对干的情意 谢谢王月欣 也谢谢舞团 有请王月欣 曹宣斌登上名曲评定棋 确实到了最后一个PK环节 这个决赛的味道很浓 现场的500位名曲评定团成员 先选择先投票 好吧 支持曹宣斌的按蓝色键 喜欢王月欣刚才这首绿叶 最根的情谊的 请按红色键 千万不要按错 请选择 台下的这个女性子 占的这个比例 曹宣斌的话 很容易给大家造成的 这种心里的这种感觉 像个弟弟 而王月欣的话 更像儿子 你觉得一个女人 是更疼弟弟 更疼儿子 我觉得曹宣斌不像弟弟 像什么 不知道像弟弟 即使是弟弟的话 都是表弟 大家投票完了 现在的月欣 唱完了之后是不是很累 今天赏子还是 还是挺累的 很紧很紧 对 然后我刚刚其实一起想 结合就会说两句话 说 智商烈和唱完 我就感觉这个 这场节目要结束了 再见再见 然后合唱特别欢乐 然后在第二期的都说 哪王月欣我觉得你可以下期再来 都觉得我不用上了 而且我压力特别大 因为我们唱 麻烦敏姐姐的歌 需要致敬 然后同时也要去有改编 你知道你唱的这首歌 1987年在国际比赛上就获奖 所以我压力特别大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吧 八几年 87年 还差两年 对 阿明没想到的 89年的小伙 年轻吧 厚生可畏 因为其实我没法 就是对这首歌 有深刻的理解 而且我们做的这个版本 我要谢谢山河老师 就是他的奇思妙想 然后结合我自己的特点 因为我自己确实 没有那个实力 去拿捏这首歌 这么大一的一首歌 所以我就是做这么大的改变 我其实我自己有担心 会唱不好 不 你今天一唱吧 我开始以为听错了 我说怎么会有一个人 自己给自己唱回声的 那个设计是跟乐队一起 跟山河老师一起设计的 对对对 那挺有意思的 不要让我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 我的情牵着你 哪里去哪里去 我的心要心 轩斌 把他放在最后一个 是对了啊 很对 你把这首 热心今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昨天晚上彩排的时候 唱这海豚音呢 他唱了两回 然后说实话 就是昨天海豚音 比今天唱的还要亮 还要高 我特别明白这个嗓子坏了 这心里着急成什么样 但是呢 他就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能把海豚音还能唱上去 让我挺敬佩的 我刚刚在后台准备上场之前 我听到旁边有人在飙海豚音 我说这是谁啊 让他们告诉我是王月鑫 我说这个要比前苏联那哥们 叫什么来着 Vitas 强太多了 谢谢 谢谢 真的 然后你改变得很好 我唱这歌的时候 你还没 还没出来 对吧 还保证呢 还差两年 那个 其实我唱这歌的时候 我也很年轻 我那时候也根本 把握不了 我去比赛的时候 我只能说我运气很好 那时候我很好看 现在很好看 现在很好看 谢谢你 我穿的旗袍 因为可能他们很少看到东方人这样 这个歌词说老实话 对年轻人来说 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的话 是很难去把握的 你今天的表现 以你这个年龄的话 已经表现得非常好 改变得也很好 尤其刚才自己给自己唱那个 回声 回声 我还找呢 我说这合音在哪呢 一看是你自己唱的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到底谁是本场 毛阿里经典歌曲演绎的最终胜者 请揭晓 曹玄斌摘下了眼睛 曹玄斌捂住了脑门 看他是多想赢 心中渴望 真正一生奔和 谁能要我 谁能要我 谁对爱之多 我爱之多 祝贺王远欣 祝贺王远欣 也谢谢曹全斌 曹全斌老师是一个BOSS 这个节目不叫歌声传奇 这个节目叫做打BOSS 我们掌声有请本场冠军 发表获奖感言 今天非常非常荣幸 能够见到安宾姐姐 很享受大家叫我姐姐 好 今天又一次运气好 就是侥幸赢了老曹 我觉得我自己还需努力 也希望像毛阿敏姐姐一样 能够真正的能够成为传奇 但是那还很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月鑫 我们要不要听听阿敏说说 参加歌声传奇的感受 我今天晚上很嗨 我想观众也应该很嗨吧 谢谢你们 谢谢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场景 没有 我想过的是我坐在电视机前 看那些歌手们唱 没想过坐在这里 那样你多孤独啊 今天有这么多人一起陪着你 多开心啊 在电视机前我可以胡说八道 这里我不可以啊 你还是挺敢说真话的 说明我不装 我们就喜欢你这样的嘉宾 谢谢 你已经说了好几遍喜欢我这样的人 没关系 接着下来的 我以后的嘉宾都会像我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请 接下来我们要不要掌声请阿敏再次登台 好 我再给大家现场演唱录首幸福 希望大家都是 希望大家都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可以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这里是由银路时辰集团 独家冠军播出的 银路歌声传奇 每周五晚9点15分 锁定山洞卫视 和我们一起歌声传奇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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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